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Lisa 我来了墨尔本有20多年了 我叫Ivy 我来澳洲大概11年的时间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本身是比较内向 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但是呢 偏偏神经护照我在这个事工上面 我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处境 特别是家里的人 还有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 让我很不能面对 虽然我的个性是非常开朗 活泼的 但是在某一个点上 你还是不能够应付的来 我当时心情很忧虑 很烦恼 很重压力 就是无人可以倾诉 没有人能够理解 我对Lisa的印象就是感觉她是一个很有耐心 而且是很热情 每一次约我的时间都是很准时 我就是讲给她听 我也知道她不会是到处传 然后呢绝对是保密 而且她很尊重我的隐私 所以我就很信任她 也很感谢她 我知道这个事工是神护照我参与的 经常呢就去祷告 就靠神的力量 靠着圣灵 我就能够坦然地去跟Ivy相处 看到她的成长其实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我的自信心 我很喜欢去逛二手商店 然后呢她就是经常都陪我去逛 然后呢我们逛的时候呢我们很开心 然后我们几乎每一个周都会一起在外面吃点小东西 一年前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达到的目标 然后去转变成到现在是更加的喜乐 更加的快乐的人生 找到生命的目标 通过一年多的相处 其实我们我发现其实不止Ivy的生命有了改变 我自己呢在跟人相处那一方面的自信心也增加了 我个人认为教会社区很适合引入这个计划 在肢体被造就之后呢 他们可以更多地参与这个计划 然后呢可以帮助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 整个教会可以在社区里面产生它的那个影响力 如果我们的社区有爱 我们的家庭有爱 我们的国家有爱 那么我们真的就是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将会得到实现 我们的爱 隐身先爱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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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